开始往下走 这时候我们先来看 再去使用的时候 怎么一个过上呢 我们再去使用的时候 拿图来看 我们定义好了一个类 这时候再去使用的时候 第一句话 我们可能会创建一个单链表吧 单链表 single link list 我直接给它点写 它应该是一上来 single link list 如果说我们现在没给它传任何东西的情况下 那你想执行这句话之后 它应该去构造了一个这个类的对象吧 这个类的对象当中保存了什么东西 保存了一个私有的嗨的属性指向的那吧 对吧 那也就是说 现在里面呢 会存在着一个 会存在着一个 对象 这个对象 它是单 它是链表 s l 它是这样的一个单链表的对象 它是这样的一个单链表的对象 在这个对象当中 包含着一个值 是叫嗨的 一开始的话 这个嗨的是不是指向的是空啊 对吧 指向的是空 那我们就给它画一下 指向空的 意思 比上来 它指向的是那 然后呢 紧接着的话 对于这类的使用 我们现在 这是第一句 使用好之后的话 链表有了 链表有了 然后我们要去往上去做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构建一个节点呢 对吧 比如说现在 我们对于链表当中 要保 要保 要保存一个100的整数值的话 为了保存它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构建一个节点 那这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去使用的 有一个node 有一个节点 它去等于我们刚才构造的这个对象 把100传进来 把100传进来之后 这是执行的第二句话 那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我们会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具体的节点 那这个节点当中 我们看了 节点是不是包含了两个值 一个element 还有一个next 对吧 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 它会包含了两个值 包含了两个值 第一个是存储的100 后面这个 现在是不是指向的是none呢 对吧 指向的none 然后紧接着你想 我们再去做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这个节点挂到我们的这个链表上了 挂到链表上 也就是需要让第一个的链表当中这个hide的属性去指向这个节点吧 也就是让hide的它保存的这个值就指向第一个节点 那这时候 那已经就不存在了 然后 上面这个给它换成镜头 这时候再来看 往上填的时候 这时候相当于这个链表当中就有一个节点了吧 那紧接着我再往后做的时候 是不是又要建一个节点 把一个节点再给它串到这个链表当中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吧 那你现在想这两个类具体对应到什么样的模型 现在大家有一个概念了吧 为什么会有两个类产生 一个是节点类 一个是链表类 它们之间的关系现在能明白吧 好那明白之后的话 我们就依次来去实现 看第一个 我们先来实现一下判空 判断这个链表是否为空 这个还是咱们怎么来写 如何判断这个链表为空 是不是只是只要hide的指向的是难 等于难那也就意味着链表是空的吧 也就是说如果save这个hide跟难相等 那也就意味着链表是空的吧 如果相等这个表达式 它的值是choose吧 对吧 那choose也就是说意味着链表就是空的 所以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直接去return 这样一个表达式的结果值呢 可以吧 可以把这个判断的结果当做这个含合法 是吧 这就是判空 判空用了之后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 求长度了 求长度怎么来求 是不是需要进行一次从头到尾的便利过程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如何来判空 我们把这个部分组合一下 然后这里面是有一个链接的关系了 我们把那些链接的关系 我们把那些捞 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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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 指向第二个节点 第二个节点 指向第三个 然后比如说第二个存在的是二十二二十 第三个存在的是三百 比如说现在这个链表来说是不是有三个节点存在 有三个节点来存在 那紧接着我们要判断的是这个链表的长度吧 这个长度指的就是说这个链表当中到底存在的多少个节点 把节点的数目返回去 那你想这个过程咱们怎么去实现了 这个过程怎么来实现 我顺着链表来说 看一下 我在去掉用的时候 是通过链表.lens掉用的吧 那通过链表 链表当中是不是只存在了一个hide属性啊 通过hide的话 我找到了头节点吧 那我就必须从头节点 一次向后去数 对吧 一个一个去数 到一个节点数一个数 到一个节点数一个数 对吧 那我最后到什么时候截止呢 只要到尾节点数就截止了 只要看尾节点 对吧 那也就是说 这时候我们为了去做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也就意味着 我现在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去从头到尾去便利的话 我们是得找一个东西吧 看一下 我是不是得找一个辅助的东西从头数到尾呀 对吧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游标 或者说叫做指针也好 他就是用来帮我们记录一下当前到底访问到哪个位置上了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 这名字你随便去取啊 我们现在取的这个数 我们现在取的这个作为叫卡人的指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位置 这时候你想的话 我们要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一开始这个游标或者说这个指向应该是从头节点开始的吧 从第一个嗨的开始的 对吧 他应该要去指向的是嗨的所指向的第一个节点吧 然后找到了第一个节点之后 看第一个节点的next的区域是谁 然后让current等于这个next的是不是就跑到了第二个节点上 对吧 所以那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辅助的current 而且一上来这current所等于的值就是hide所等于的值吧 想一下 那所以我们进行便利的时候的第一步 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辅助的current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让它等于谁呢 一开始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让它等于hide呀 current等于hide的意思就是说current跟hide所指向的是同一个东西吧 那这时候代表的是不是就第一个节点了 对吧 然后我让current从头往后去做 那紧接着我要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得数数啊 数数是不得找一个变量记录一下我到底数了多少个呀 紧接着我们把这个current 用来移动变力元素变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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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current的话数量 这个count的话数量我们现在可以给它设置什么样的数值值 设置0或设置1都可以啊 好那现在假如说我们把它设置为0啊 现在假如说设置为0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往下走的过程当中 应该就进行游标移动了吧 对吧 开始进行游标移动了 移动的过程当中 你想游标从头到后去移动 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用程序来说 它是不是一个循环啊 对吧 我需要执行相同的过程吧 移到这块count加1 然后current往后去移一个位置吧 到这个位置再看到第二个节点的时候 它所做的工作是不是还相同的 再让我的技术值加1 再往后移一个位置吧 那这样的一个特征是不是就用循环来代表 那我们这时候 想一下 循环的话 我们用什么样的循环也可以去做呢 是用for 还是说用while while while吧 好 那这时候紧接着看一下 while的条件是什么东西呢 也就意思说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我去执行while的循环体 又是什么样的条件 我去退出循环 这也就是说这个循环体的条件应该是只要我没到最后 我是不是得一直往后移 一直到最后的状况下 我才停止吧 那这个条件就应该是判断最后这个位置吧 那想了判断最后这个位置 咱们怎么去判断 如何判断最后这个位置呢 这个nan的话 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nan也给它去掉 拿一个指针 拿一个这个 以这个指向来指 会更明显一点 给它补充上一个 那 看一下 这是代表最后的 那我们先说了 我去判断的时候 假如说我的判断条件是这个条件 看一下 我要判断的是current.max current.max指的是谁 就是当前节点的这个nice区域吧 也就是它的指向的下一个东西吧 如果current.max等于 看一下 等于nan 这可不可以代表一种截止条件呢 这时候的话 那current最后停留在哪 就停留在我现在画图这样的一个位置吧 这是一种条件 那我现在再有一种条件 current current 等于 那可不可以呢 current等于nan 可不可以呢 那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位置应该指向最后了吧 指向这个地方吧 那你想 我们用哪个条件来做呢 现在一上来 想一下 想上一下 这时候我们来就要根据我的这个数数的起始值是相关的吧 对吧 肯定跟起始值相关 那这时候咱们没有思路 就来回头看一下 这个起始值怎么来做 假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起始值给它设置为0 起始值值设置为0了 然后最开始的状态current是指向第一个位置的吧 对吧 这时候好了 我们进入到循环体了 进入到循环体 假如说 我们先不看条件 但进入到循环体的第一步 也就代表我数了一个数吧 所以进一进在循环体当中 我就要把我的count进行加1了吧 那也就是说 一旦进入循环体当中 我让我的count加1 这时候应该等于1吧 看一下 在代码当中 不管条件 一上来 要做操作 是让count加等于1吧 给它加上一个数 然后紧接着的话 要判断一下 这个时候它肯定不是结尾吧 不是结尾 我往后去移 往后移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count应该再加1 这个位置count应该是2了吧 我们把这两个全线放到下 然后再往后移 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进入到循环体当中 想一下 进入到循环体当中 这时候我给循环加上一个1 不是count加上一个1 它应该等于3吧 你想 此时在循环体当中 count数的这个数3 是不是已经是节点数目了 然后它再去移的时候 移到难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不能再进入循环体 让它加1了 那采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你想 我为了在这个节点时候能进入循环体 这个节点不能进入循环体 那我应该用下面的哪一个条件来呢 next 对吧 你说count.next 等于nan 对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current.next 这时候也就是说 如果它不是nan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始终进入循环体啊 它的退出条件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这是退出条件吧 等于就退出了吧 那你想 当我指到这个的时候 current.next 是不是就等于nan呀 等于nan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直接没进入循环体啊 没进入循环体 我这个count没有加1吧 那停留在2了吧 是不是数错了 对吧 那这时候我的条件 是不是应该 在最后尾节点的时候 还得进入循环体 让它数了一个数 移动之后 我再退出啊 那这时候 移到这个位置 不进入循环体 也就是current.next 等于nan的吧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的这个条件 current.next 不等于nan 往里面去走吧 对吧 好 这个时候是数的数的 这是关于数数的 数了一个数 紧接着我们再看 让它往后移动的 这个操作 怎么来写 每次怎么去移动 应该是让current 去指向当前这节点的 next 那这句话怎么来写 current 等于current.next 这句话 是不是就代表了 它往后移了 想象一下 这时候 循环体在这块 先加1 然后紧接着current 等于current.next 这句话怎么来看 咱们刚才说了 是不是得先看右边 这部分 右边这部分 应该是取了 取 current 当前指向的是 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的 next 句 是下着这个东西 然后紧接着再看 它复制到 左边的意思 应该是让current 指向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 这句话 是不是达到了 移动的效果 那所以移动的时候 就应该是current 等于current.next 对吧 那你这时候看 我们的这个语句 是不是写完了 一上来 把current 置为第一个头节点 紧接着 把我的数据为0 对吧 然后紧接着我看断 只要current没到9 那我就一直往下走 每进一个节点 数一个数 往后移一个位置 这时候的话 你看程序什么时候退出 退出的条件 就应该是current 跟9相等的吧 current跟9相等 是不是到尾节点了 那你数的这个数 是不是就是它的数目 我这时候 最后的这句话 直接把count返回 是不是就把数返回去了 对吧 然后紧接着 那关于变 哎 我怎么写到变利点 12345618 然后那这时候你看 那关于我求长度 这部分是不是就小了 这时候我们要多想一下 一个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 如果链表一上来 是空链表呢 这个情况是特殊的吧 我们需要做一下处理 空链表应该返回的数目是0吧 那看一下我们当前的 这个程序满足条件吧 一上来 先看 一进来 空链表 save点 save点 hite的 是不是它就是n 对吧 空链表吧 也就是karen的指向的是n 然后karen的等于0 然后紧接着执行到这个循环的时候 判断karen的不等于n 才进入进来 结果发现karen是等于n 不进去吧 不进去直接把karen的返回0 那对于这样的特殊情况 是符合的吧 对吧 那结果我们就发现 使用karen的初始值为0的时候 恰巧也能处理的特殊情况 那假如有些同学一上来给他设置为1 如果设置为1的局创下 是不是需要有两点新处理 第一点就是关于空链表的时候的特殊情况 你要处理一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循环的条件 你是不是也得判断改写一下啊 就不能让他到到nan就截止吧 我得让最后一个伪结点来停止 没错吧 因为在一开始没异动之前 我是不是就已经给他设置为1了 对吧 当我指向karen的时候 karen值已经为1了 然后我进入循环体一上来 我是不是就给他改成2了 所以你想 我每到一个位置的话 也就是说在前一个节点就已经数够了吧 所以当karen的等于1的时候 我们的条件才是karen的next的困难吧 对吧 所以这跟你的初始值也是相关系的 所以我们一看 你上来取得默认值为0 恰巧一下子都能帮我们解决这两个问题 选用的是合适的 好 那说完这个长度之后 紧接着我们就可以来实现一下便利了吧 你想一下 这个便利跟长度的算法是不是一样的呀 都是从头数到最后 没错吧 所以要改写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计数了 而是说到一个节点 把这个节点存储的那数据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就代表我们便利了吧 所以还是一样的效果 一上来应该去建立一个karen游标 等于起始节点 对吧 等于起始节点的时候 这时候你看一下 代表的是第一个节点吧 进入第一个节点之后 然后呢 我们现在不需要计数了 karen游标就不需要 直接在循环体当中了吧 如果我们还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 还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的话 一进入循环体 此时默认的情况下 第一次karen指向第一个节点 我是不是就应该把karen的指向的这个东西给打印出来啊 所以循环体当中第一句话 是不是就print当前的节点是谁 对吧 我们比如说就给他打印一下 当前的save点 存储数据的区域是 是呃 不是save点 是游标所指的 看一下 是这个karen的所指的这个节点的 这个元素吧 那这个东西怎么来写呢 是不是就是karen的点100啊 不是点element呀 对吧 karen的点那个东西就代表的是取出了它的元素 所以是karen的点 看一下我们起的名字是叫element吧 所以是element 打印一下这个元素的值 然后紧接着 打印完这个元素值之后 我是不是开始需要让它往下移了 直接karen的等于karen的第二next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退出循环 是不是也不需要有任何东西啊 因为这是便利吗 你把所有的节点的数据全打印出来是最大的效果了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循环体 比如说咱们写出了代码 能不能把所有的节点全打印出来呢 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看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karen的是等于hide 然后指向了第一个节点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进入到了里面的函数体当中 一进来 现在是不是执行一下打印啊 打印的话是打印的谁 就打印当前的吧 所以把100打印出来了吧 打印100之后紧接着执行的karen的等于karen的next 也就相当于往下移一个位置吧 移一个位置发现我们的条件是谁 跟none判断吧 结果发现它指向的是一个节点 不是none 那紧接着又进入循环体 把元素打印出来20吧 然后再往后走 走到这个节点karen的指向的还不是none 然后进入循环体把300打印出来 对吧 然后我们再往后走 走到这时候的话karen是指向none了 指向none的话不再进入循环体了吧 那这时候我们是保证120300圈打印出来了 对吧 好 那这一点也就说完了 那你想一下 如果说我把这个条件给换掉 把这个条件换成什么了呢 换成karen的点next等于none的情况下 作为判断条件 那有没有可能我最后一个节点会丢掉了 有可能吗 有可能吗 是不是有可能把最后一个节点给丢掉呀 如果说你看一下 当我指到尾节点的时候 尾节点 直到尾节点 那当前karen的所指的next是不是就是none呀 那我是不是不进入这个循环体了 那当前karen当中的这300是不是没打印出来呀 所以跟你的条件有关系 你到底怎么去写 一定不要忘了 保证每一个节点元素全部打印 别丢了某个东西 然后紧接着便利也有了 然后我们把头节点这个东西 我们不从头了 先从尾节点 尾部插入的话会比较好写 我们把尾部来实现一下 尾部插入的话 想一下 我们怎么去插入一个节点呢 怎么插入一个节点 应该是让我的游标 从头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最后一个节点的时候 把新的节点给挂上去就可以吧 看一下 现在有一个新的节点 我们拿过来 这时候这个新的节点保存的是 比如说是400 有了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话 应该代表的是新的节点吧 那新的节点 我们就得把它对象构造出来呀 所以一上来 你要注意的是 这里面我们传入来的这个item 不是节点 不是节点啊 而是一个具体的数据元素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也想要让用户再去使用的时候 你都不需要关心节点是怎么样实现的 你只告诉我这个节点要存什么数据就可以了 然后我会把这个数据封装成一个节点存进去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接收的时候 这个item就指的是具体的数据了 那所以这时候一上来 我们是不是要够到一个几个节点呢 够到这个节点直接应该是等于node 然后把item给传进来吧 看一下 咱们上台上面去写的构造盘数当中 是不是能把这数据给存到节点当中了 存到节点当中 这时候节点node也就有了吧 也就意味着说 我左边这个 这部分也就有了吧 有了之后 有了之后 紧接着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 是哪个工作 是应该从头往后走 一直找到最后这个节点的 找到最后一个节点 把这个尾节点的node 区域指向新的这个节点 是不是就完成了 对吧 那所以我还需要从头往后走 既然从头往后走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现在又需要有一个卡尔特指标了吧 让他去等于一开始的hide区域 对吧 从头开始去移 从头开始去移 一等于hide 是不是相当于指向的第一个节点呢 对吧 卡尔特等于hide的意思是两个指向的同一个节点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往后去走 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又需要有循环了 while循环吧 那你这时候想 这时候的循环的条件是什么 什么时候截止 还是像刚才所写的卡尔特等于node吗 卡尔特等于node的意思 是不是我指到这个位置停了 对吧 那我现在是不是得指到尾节点就得停了 指到尾节点的意思就应该是 卡尔特所指的这个节点的next的区域等于node的 也就这时候我应该使用下面这个条件了吧 好 那这时候条件就变了 卡尔特点next 你只要不是node 那我就可以一直往下走吧 走的条件就是卡尔特等于卡尔特点next吧 这条件没有变 还是这句话没有变 这句话代表的是往后移 移到最后这个节点的时候 看一下是不是条件就这个循环退出的 循环退出的时刻就是卡尔特之上的节点了吧 那这时候我们只要把卡尔特点next等于新的这节点 是不是就完成了 所以也就是 你到那 所以也就是说退出循环之后应该是卡尔特点next等于node吧 那你这时候我是不是就把这个节点给添加上去了 对吧 好 这是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又得来判断一下特殊情况空链表了 空链表一上来的时候 一上来的时候 它意味着害的是指向的node吧 对吧 如果是一个空链表 一开始也就意味着投节点指向的是一个空吧 空的话 对于空链表 是不是只要让这个东西hide去指向它就可以了 对吧 那你现在想 一上来的时候 current等于save.hide 也就意味着是current等于node吧 current等于node的话 current.next 这一下子就出错了 node是没有node的吧 对吧 那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写过来的这程序 是不是没有包含特殊情况 没有包含特殊情况 是不是我们得进行特殊处理啊 对吧 这时候需要进行特殊处理了 那我们怎么来特殊处理呢 也就需要判断一下 当前的链表是不是空链表吧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判断save.hide 是不是跟node相等 对吧 对吧 可以这样去写吧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使用一下咱们刚刚写好的判空这个方法啊 对吧 我可以直接执行if self.hide isempty 如果是为空的情况下 那我要做的工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可以这样去写吧 我们改成这样的方法之后 在看代码的人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看一下链表是不是为空 好 判断链表是不是为空 如果是空的情况下 所要做的工作直接是把链表当中的hide主性指向节点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也就是这句话如果是为空的情况下 那也就意味着应该是让save.hide等于node是不是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是不是就可以退出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执行底下这几句话吧 好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插入便利和空长度是不是都有了 有了之后的话 其他几个我们先不去实现 而是来验证一下咱们写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成功的 我们加入测试 我们刚才这个应份应该是从零开始的吧 嗯 记得真好 我们加入一下测试if-name等于-name 然后的话我们再去使用 移上来构建一个单链表的对象 你知道link list 他应该是等于single link list吧 我们现在可以不去给他传第一个节点 然后呢 然后现在我是需要往里面去进行评价东西吧 那我先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这个链表是不是为空的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去判断 直接意思 呃 l l lingualist 是否为空 对吧 我先打印一下 一上来这时候是不是肯定是空的 打应该打印号是吧 然后往下走 我们去往里面去添加 然后看一下 再去打印一下 啊 打印的之处 然后我们来判断一下 此时空链表的长度是不是为零 对吧 我们也要来判断一下 紧接着这时候我往链表当中去追加元素了吧 比如说我现在就追加是一追加好一之后的情况下 这时候我们执行这两句话 这时候应该是不为空元素只有一个吧 好 那紧接着我们再往里面去添加几个元素 添加二 添加三 添加四 添加五 添加六 然后紧接着这时候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测试过这个便利啊 我们直接 lr.travel 去便利一下 便利是不是直接打印出来了 好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然后运行 看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空链表 这时候是空的吧 打印的是处 然后长度是不是为零 紧接着我添加一之后 这个链表不空了吧 打回false 然后返回的长度是不是为一 对吧 然后紧接着 我们又往里面添加元素 二 三 四五六 对吧 到添加完六之后 我是不是进行一下便利啊 便利之后就应该把这几个元素给打印出来吧 打印出来之后看一下 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啊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链表达到的效果了吧 哪里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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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